简安商丽幼儿园星期六举办了毕业典礼 受影响影响是改采线上直播方式让家长同步观赏 小朋友们特别做了小绅士小淑女的打扮 从乡长游淑珍手中领到了人生第一张毕业证书 而游淑珍她也祝福毕业生在国小学习阶段可以更顺利更有收获 小淑女小绅士们手捧着蜡烛灯走进会场 乡长游淑珍代表会主席邱美云还有园长赖花美在前头迎接 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个毕业典礼 受疫情影响无法邀请家长到校观礼 但也透过线上直播让家长同步参与 简安商的宝贝要迈向人生另外一个学习里程 幼儿园是他们人生第一个毕业典礼 也是简安商有第27届的毕业典礼 因为疫情期间我们开启了网路视讯 以及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毕业典礼 希望带给孩子最难忘最特别 也最珍贵的记录 看到小朋友们在简香又里面快乐成长学习 长大了非常的欣喜 更要感谢我们的师长 给他们带来满满的专业的课程以外 也要谢谢家长们给我们的协力跟呵护 尤其今天代表会主席也在这样的摆忙当中 担任了唯一的贵宾来作为一个祝福 我们相信孩子是我们的珍宝 针对于我们不一样的创新 不同的学习历程 我们都希望他们有满满的收获 跟健康着战的本钱 乡长有竹针亲自颁发毕业证书 简佑还贴心地赠送每位小朋友一个书包 让他们可以背着上小学 而乡大会主席邱美云也颁发了奖状 给获得各个奖项的毕业生 虽然无法开放家长参与 但吉安简佑的毕业典礼一样隆重温馨 乡长主席也亲自到场 为小朋友们送上最深的祝福 期待吉安简佑毕业的小朋友 在每一个学习阶段 都是最优秀最快乐的好学生 介络会吉安简报导